各位观众老也好,这里是爱看电影,爱追剧,只为你讲述故事的第七艺术坊放映室,在一个小镇里,性感胡辣的女高中生Jennifer,是这个有点偏远的小镇上最受欢迎的妙龄女郎。 身为当地女子啦啦队队长的她,不仅身材曼妙,而且舞姿撩人,无数男人为她着迷,Jennifer着实享受着这种重心捧月的生活。 妮迪是一个相貌贫贫,甚至可以说其貌不扬的一个女孩,和Jennifer是好朋友。 某天,妮迪与Jennifer两人准备去看一场乐队的表演,因为乐队里全是帅哥,所以妮迪直接抛弃了想一同跟去的男友。 没多久,乐队主唱也被Jennifer迷住了,主动前去打赏。Jennifer似乎对这位帅哥很感兴趣,但是妮迪在后台听到乐队成员一直在讨论Jennifer。 这让妮迪心中产生了一丝对闺蜜的担忧,就在演出进行到一半时,酒吧突然燃起了大火,有惊无险逃出的乐队主唱邀请Jennifer一起喝一杯芽芽精。 就这样,Jennifer被骗进了狼穴,在火光照音下,乐队一群人带着Jennifer扬长而去,妮迪只好独自回家。 到了半夜,妮迪发现满脸是血的Jennifer出现在了自己家里,抓起冰箱里的生肉,就狼吞虎咽起来,完全不理会迪妮。 随后,Jennifer吐出了一大滩黑血并离开。 第二天,在学校里,迪妮惊讶地发现,昨晚恐怖的Jennifer又变回往日的小花女神。 就像平常一样,而且对昨晚的事情没有半点解释。 不过,慢慢地,妮迪还是发现了不对劲,她发现Jennifer开始不断勾引各种男孩子,甚至诱惑男生在树林里跟她亲热,让她没想到的是,每次在男生脱掉衣服时,Jennifer就会张开血喷大口,直接将对方咬死吃掉。 她的众多追求者一个个命丧黄泉。 原来,那一天乐队主唱并没有侵犯她,而是想把Jennifer献祭给恶魔帮助乐队出名,主唱残忍杀害了她,随后被恶魔直接俯身。 妮迪无法接受,当晚就和Jennifer恩断一绝,而且还去图书馆查阅对付恶魔的书籍,但迪妮的男朋友只觉得是无稽之谈。 直到一天,迪妮的男友遇到了饥肠碌碌的Jennifer,Jennifer将她诱拐到了角落,虽然男友没有接受诱惑,但Jennifer还是化身恶魔弄伤了她。 赶来的妮迪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,与重伤的男友合力将Jennifer打退,随后男友失血过多而死,至此妮迪终于对Jennifer彻底死心,直接来到Jennifer家中,打算为男友复仇。 虽然妮迪不敌恶魔复身的Jennifer,但她知道恶魔饥饿的时候就是最虚弱的时候,妮迪扯下了她的友情项链,刺入了Jennifer唯一的弱点——心脏。 而妮迪却因此被送进监狱,但是因为在搏斗中被咬了一口,她也获得了恶魔之力,并重工越狱,为Jennifer保仇。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为了一己私欲而去伤害别人,因为这样和恶魔要有什么区别呢? 我是第七艺术房,点赞我,关注我,评论我,这句看电影之路,有我相伴,不孤单。